临时管制进行硬隔离 完毕 请你们配合 我们是在配合 对对对 那你这个硬隔离是要做什么措施 现在硬隔离 你先讲一下 我们给你锁起来 怎么锁 铁条锁 铁条锁哪 铁条锁门也不给你出来 那我从里面是否就打不开 在逃生的情况下 这个我也 是个微信提示一下 在家里要做好 个人的安全防护 安全用火 安全用电 如果有各种情况 自己输入不了 即使给联系人 告知商人 因为三把药池 都会就近放置的 那我想问一下 领导 你们有人负责 多长时间能到港 比如说你从门港到这 你这个表 就我们从事 除了你们自己承担政人以外 你们政人以外的 有政府承担 不是 你告诉我多长时间反应 比如说我家政法着火了 没去爆炸了 没去爆炸了 我打120 120到楼下来 下不出去 这个我们都会 你都会 你能 我这样倒出来 怎么办呢 以正快速度 以正快速度 尽快是什么事 一天两天三天 你这个没法说 好吧 不是 尽快做一个实效嘛 我们旅行公路 请你们配合 我们已经一直在 所有的如果不配合的 要追求行事 之论呢 好 那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的原理啊 你说完了 总共我们要交个人了 两点 第一点 杭州市规定 就是说不配合居家隔流 对吧 我现在应该理 你配合不配合 我是在配合 我要打电话投诉 12345 已经不让你们装了 好吧 你就硬格力 你就记索币吧 限制人身自由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